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那你在遊覽車賣東西 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嗎 因為我我現在是在做那個 車上工商 那就是過年 遊覽車車上工商時間 對 工商服務時間 就跟那個馬妞馬姐 他們做的性質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是賣保健食品 然後我發現到說 阿公阿嬤 其實很喜歡唱歌 他們出去玩 我記得很好笑的就是有一次 因為我們上去工商的時間 就是從這一段路程 這一段景點上車 然後大概開個四五十分鐘 到下一個景點 我們要下車 對 那我們上車服務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先暖場 有點像比方說日月潭 到埔里的酒廠 這樣一段時間 好 對 然後我們上車服務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先開場 炒熱氣氛 然後所以就開場 我就先唱了一首歌 好 然後唱完歌以後 我開始介紹我的產品 然後賣 然後那一天買氣還不錯 然後所以有一個阿嬤就說 因為我在車上 他們都叫我娘娃家 就是我演戲說台灣 有一個單元 裡面我是演一隻貓巾 貓巾 對 然後那個角色因為很討喜 然後就是觀眾都是 對我那個娘娃家很深刻 所以我上去他們就說 我知道你是娘娃家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 然後有一個阿嬤就說 娘娃家我們今天 自己教官那麼多喔 你還要跟我們唱一首歌嗎 對 當然好 然後那個我就問阿嬤說 阿嬤 你要唱什麼歌 阿嬤說 我要唱白無丹 好 然後我們就點白無丹 做會唱 好 唱完 然後差不多也要到戰了 對 結果有一個阿公就說 娘娃家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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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剃掉 對 我就說 我就很尷尬 我想說剛剛氣氛都很開心 然後我也都有應觀眾要求 唱歌啊 為什麼不來賣這樣 然後說今天你賣的 我都不來拿拿拿回去這樣 我說阿公 他說什麼阿公 哥哥 哥哥 你歡迎很快 哥哥 不好意思啦 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他從剛剛上車的時候 然後他就點了一首什麼 什麼短筋釀 什麼什麼筋釀 什麼短什麼是不是 我不知道那一首歌 然後那個 那發生了什麼事 等一下我們繼續聊 好不好 好 那也許有一首歌叫 情千管釀是不是 好像它是什麼 什麼短筋釀的 沒關係啦 我忘記了 不管它是什麼領子 就反正那一首歌 我不會唱 我不會唱 然後他就說 他從上一個景點的時候 他就點了那一首歌 結果呢 他就要準備要唱 然後我起來 我上來以後 我又唱 我唱完以後 剛才唱那個白牡丹的 他又沒有點 他就又唱了 然後 他就是沒唱到歌 你唱沒唱到 他說我一條歌 點好 點好久久 我都沒唱到 還要自己買那麼多 對 都給你們插隊 現在夠讚嗎 要下車 沒唱到 我今天 我早上已經說了 我就說 不好意思 這樣啦 你剛才你點那個 我剛才不聽過 我不會唱 不然這樣 我們來唱一條 那個男人情 女人情 好不好 這個國歌嘛 大家都會唱這樣 他說 不愛啦 那一條歌 我不會唱 然後 然後旁邊的 那個 旁邊的客人就說 你很紅 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給他勾一下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導遊小姐 趕快就點歌 然後歌曲出來了 然後 然後他就 沒有意 我就趕快把媽媽唱 好可愛 好可愛 就開始唱 男人情 跟我為愛拚一心 對啊 就是會唱了這樣 就化解了 然後對 然後說到那當時 其實遊覽車已經到站了 大家其實是不是 要到那個景點去玩了 可是呢 也沒有人下車 然後就是 大家就聽我跟他合唱完 然後合唱完他也開心了 然後才一起下車出去 東西就有買了 東西就有買 沒有推過 不爽而已 就很可愛 我問你喔 像你這樣上遊覽車 你要把那個場子帶熱 要唱什麼歌才會帶熱 我都會唱比較熱場的歌曲 比方說 阿公 阿嬤喜歡聽的 譬如說愛情恰恰 第三杯酒 有時候還會唱 人生 人生要怎麼唱 就是什麼 你花也在來人生 唱海海這樣子 對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酒 第三杯酒 第三杯酒 要怎麼唱 來 來 中小酒 香香香 好厲害喔 然後你剛剛又想 還有一首是什麼 愛情恰恰 登登登登登登 愛情的恰恰 未能放下記 沒有 太軟了 可以直接 等一下 愛情的恰恰 未能放下記 今天你在哪裡 想要來去 來去叫恰恰 不知道你是 不知道你是 走位哪裡美 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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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去 跳下去 沒能放下記 對啦 對啦 太冷了 一時間有點忘記 好 那 你說有人跟你踢過關喔 其實 對啊 對啊 這個 這個也是很爆笑 就是 其實做工商 什麼樣的客人 都會遇到嘛 人家一半半就 但是我第一次被踢管 踢到是笑到說不出話來 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怎麼踢管 就是我們公司有一個產品 它是吃了會精亮的 然後我就在上面 我就要講啊 現在的人 是不是大家都 手機 人手一機嘛 對 那手機的藍光跟輻射 都很強啊 那我們這個就是 它可以抗輻射 為什麼可以抗輻射呢 就是經過那個美國NASA的這個 太空 太空總署研究 太空人搬去到太空的時候 因為那個輻射很強 所以他們原本都是 吃這個來抗輻射 然後講到這邊的時候啊 就有一個阿公啊 就說 跟人搬去到太空 你也搬去嗎 你這隻牛仔這麼厲害 人搬去太空 人在太空 你也搬去看嗎 不然你怎麼知道 你是去那裡做太空狗 對嗎 對啊 然後他就踢管我嘛 因為他們會講 如果他們不相信 他們會說 狗不這麼這樣這樣子 就是說我在公辦狗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的是 因為他說 你這隻牛仔 你跟人搬去到太空 是在做什麼 你去做太空狗 然後我就有那個畫面 你知道 就是貓咪變成猴子 我就笑到答不出來 然後還有更好笑的就是 後來我還是照樣講 因為大家也都會笑 然後講講講講 然後我就要開始賣的時候 他就說 然後我就要 然後我就要 然後我就變狗狗 對 我就變狗了這樣子 然後他也是 他也是就是要跟我打狗狗 他說我問你喔 現在這罐 我整天可以吃完 我會變透視嗎 就這樣子講 你講話也好 但是 因為他說變透視就是那個嘛 對 我不能 對啊 我就說 抱歉 做你不用擔憂 整罐吃完也沒辦法變透視喔 我就這樣說 大家就笑嘛 他就說 不然這樣我問你 我如果吃完 真的有效 然後我就用一個反向操作 我就跟他講說 做你不用擔憂 絕對沒效 吃完都沒感覺 然後沒想到他就跟我講說 好 你這樣拿兩罐 對 然後全場也是大笑 有時候就是客人在跟你玩嘛 對 什麼客人都有 對 這個佑嬌也發現說 有人客人在車上玩 等一下再繼續請教你 好 那